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待因缘成熟时 烦恼就自然美人 你们每个人不都是有烦恼吗 对不对 但是因为烦恼在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缘分没收啊 你比方说你求一件事情 你没有求到 这个时候是因为你还没有因缘成熟 你就是追一个女朋友也是这样 你家里想听一样家具 你这个钱不够 你缘分不到 所以你因缘没成熟 你就得不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佛陀释迦牟尼佛有一天 在守卫国 给种地子开始 那么佛陀就跟大家讲了 一个农夫啊 大家知道一个农夫要种地种粮食 那么有三种时节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个是耕种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灌浇灌 第三个是播种 那么大家想想看 那么播种 浇灌 耕地 这三个做下去了之后 农夫们从来没有祈求 明天就能有收获 后天就会有收获 大后天能够拿到小麦或粮食 为什么 因为刚刚种下去的种子 不会马上开花结果 所以菩萨就是告诉大家 释迦牟尼佛说 这些种子种下去之后 但是并不是说 农夫说 我不祈求明天就能有收获 而他没有在运作 实际上你拨下去的种子 在土地里每天都在 根据的天使 天天都在生根发芽 长大 同样的 菩萨 佛祖用这个道理就是教育我们做人 你们今天马上做的坏事 不一定马上就能受报 是时间未报 同样 你们求一件事情 你们今天念经了 念小行字了 你们刚刚播种 刚刚耕地 刚刚浇灌 并不代表 你们明天有求比 有求比例 讲的是我求了 一定会应 但是 什么时候应 要根据天使地理 人和 人努力了 但是你的机缘会到 那么天使对你不利 人努力了 地理对你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还欠着很多的赞 很多的小鬼 还缠住你 所以你不会中头彩 你家里不会顺 所以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如果一个人想求的事情 求的灵 你就感觉 你身上的孽障 一定会很少 如果你求一个事情 求的不灵 对不起 你身上的孽障 很多 你不要怪菩萨 看看有多少人灵 你们听听刚才发言的人 有多少人灵 不是不灵啊 是你们没有诚心 你们的孽障太多 你们的心里杂念太多 你们的烦恼太多 你们的气跟菩萨接不上 你们过去做错的事情 还没有承认了 咱们能够接给你做新的事情 同样在一个单位里也是这样 你做错事情了 你还没有得到 老板在许可同意说 原谅你 他绝对不会把另外一个事情交给你的 道理都是一样 所以大家要明白 还想告诉大家 我们人 同样也要注意 要学三种 叫善界学 什么叫善界学啊 我们要善于戒 戒律 我们要学习戒律 我们要善于去学习戒律 我们要善意学 我们的意念 我们要善于去做好的意念 我们要去学习 还有一个叫善会学 因为我们有好的意念 我们有好的戒律 我们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今天烦恼并不等于你明天有烦恼 你心情不好起烦恼 你心就不能解脱 所以真正能够得到解脱的人 那么因为他是在真上戒学 真上会学 真上意学 什么叫真上啊 就是天天望上 天天在进步 这个叫真上意学 意念天天想好的了 那你在进步了 会学呢 你天天在增长智慧了 你也进步了 明白吗 为什么台长今天一来 改变以往给你们开示的风格 以往给你们开示 每次都有很多新的人来 而这些新来的人 都是听说了 卢台长有个特异功能 他的眼睛能看天看地 什么都能看得到 那么想来看看卢台长呢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已经跟台长学了很多了 我必须先跟你们说点火 至于想看看台长这个功能怎么样 那么你们稍微忍耐一点 我待会下半时会专门播出时间 当场给你们看图腾 让你们目睹口呆 目的并不是让你们目睹口呆 目的是让你们学习怎么样来进步 所以我们要懂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事情才能做成 所以我们要从阴上去找原因 而不要在果上找原因 大家听得懂吗 求菩萨的时候 原因就是 菩萨我做了这件事情 你保佑保佑我 怎么还不理啊 你要考虑到你的果呀 你今天做了这个事情 你不要说我已经做了 我跟这个领导打过电话 这个领导为什么对我还不好 我今天跟我老婆已经讲过 打过招呼了 跟你对不起了 我甚至跟你说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些错误了 那老婆为什么对你还不好啊 你要好好想想 你不要找到 咱们还不好这是个果 你要从阴上找 阴是什么 因为你这个事情犯了多次 因为你的老婆已经看穿你了 因为你的老婆已经不相信你了 这就是找阴的原因 而不是在果的源上去找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牲口一切业 一定要正 要补合正道 那么你精进不懈的 去努力去修行 你的水到自然成 水到自然成 水到自然成 水到自然成